这是一台迄今为止最豪华的顶级迷离电脑 它配置了NVIDIA RTX 4070移动版独显 装置了最顶级的英特尔移动CPU 还有大满贯接口和易拆设计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了Ultra 9 185H处理器 和RTX 4070独显的3A游戏迷离电脑 ROG LUCK 我是从冥王峡谷开始种草英特尔LUCK 这款经典机型可以安装为当时最强大的黑苹果迷离主机 幽灵峡谷也是我非常喜欢 并一直使用的带独显的迷离主机 奎蛇峡谷使用了12代酷睿CPU 和英特尔自家的ARC A770独显 我还没有来得及测试它 就迎来了这台更为强大的和上述产品一脉相承的迷离主机 ROG LUCK 大家曾经种草或者喜欢过哪些经典LUCK呢? ROG LUCK 装置英特尔Ultra 9185H 16核22线程的移动CPU 装置NVIDIA RTX4070移动独显 8GB GDDR6显存 CPU类置128EU的ARC核显 双通道DDR5内存 5600MHz 3M.2 P3E 4.0 NVMe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2.5G网卡加WiFi 6E 从来没有见过 迷你电脑采用如此巨大的包装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 电源线 LED幻灯片 立式支架 说明书 这块超级板砖大电源 是49.5V 是6.92A 一共330W功率 是我目前见过的最大DC电源 小主机是塑料机身 设计于做工品质还不错 就是有点沉重 前面板 SD卡插槽 双USB3.2A口 耳麦接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双USB3.2A口 双USB2.0接口 2.5G板载网络接口 雷电4接口 HDMI2.1接口 双DP1.4A接口 49V电源接口 这里有个开关 向右拨 向外滑动上盖 就能打开顶面的上盖板 接着我们把螺丝扭松 然后用力把两侧往外拉 又打开了一个顶罩 看到了内部接口 双DDR5内存插槽 一个N.2P3E4.0的NVMe SSD 右侧下还有空余的两个4.0的NVMe插槽 一共有三组存储接口 应该算是很富裕的了 SST下面是无线网卡 启动系统后 和我的幻影峡谷比较一下 要大上一圈啊 我们可以在澳创中心 设置性能发挥模式 按进性能增强 我们本次测试 以增强模式来进行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埃达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135秒之后 CPU功耗从100瓦逐渐下滑 并稳定到85瓦左右 整机功耗从140多瓦 降低到125瓦左右 CPU频率运行在4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一小时以内 ROG LUCK的CPU功耗 保持在85瓦左右 室温34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102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56度 内存温度最高上升到57度 我们首先使用 ROG LUCK小主机的 Ultra 9 185H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 9分34秒 共计574秒 这个成绩又创下了最佳 比明凡X7Ti 185H快了一秒 排名第一 CPUZ多线程8910.3 单线程766.6 多线程性能登顶第一名 超过了其他所有迷你主机 Gag Bench 5多核13715 单核1723 迄今为止最好的多核成绩 比第二名高了300多分 Gag Bench 6多核13574 单核2335 多核成绩排在了13900H之后 City Bench 223多核20327 单核1802 多核成绩上了2万分 在迷你电脑里第一次见到 PASMARK多线程34407 单线程3932 多线程成绩排名第一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ROG LUCK的185H CPU的性能 是所有迷你电脑中最强的 也稍稍超过了我们测试的 另一台明凡X7Ti Ultra 9 185H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612372 CPU得分723054 我们还给这台185H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 986513 XX20 522069 Coremark 593714 Coremark成绩创了新高 跑出了59万分 领先一大截 这个100W到85W的功耗释放 在Coremark测试里 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 接着玩游戏 低平线5 2K极端画质 不开抗拒词 不开DLSS 普通场景80多接近90帧 复杂场景70多到80帧 挑战一下 地平线5 4K超高画质 不开抗拒词 不开DLSS 普通场景70多接近80帧 复杂场景60多到70帧 荒野大标科2 1080P超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72帧 继续挑战 荒野大标科2 2K超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58帧 古墓令营暗影 1080P最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149帧 2K最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104帧 英雄联盟 4K最高画质 全程200多帧 原神 4K高画质 稳稳60帧 星雄铁道 4K非常高画质 跑起来60帧 战斗60帧 这就是RTX4070独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这块显卡的性能 算是迷离主机中 非常非常强大的了 我感觉到它 基本上能通完2K游戏了 从库塔核心看 4070移动版 4608 我们先跑了 SeliBench 2024的GPU测试 10811分 比苹果M1 Ultra高了接近一倍 接着跑3DMark测试 Time Spy 12143 FireStrike 29716 稳定度99.8%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 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远远超过了 我们以前测试过的 独显米里电脑 HX99G和幻影霞鼓 是最强核显780M的三倍多 与阿迈奇M1A的RTX3080移动版持平 RTX4070的跑分成维是不错的 功耗表现如何呢 我们双考RTX4070 甜甜圈加CPUZ压力测试 4070最高达到满血的140.5瓦 Ultra 9185H降到了45瓦左右 整机功耗最高240瓦 有了RTX4070 我们也跑了那么三大语言模型测试 还是探知色变成 结果是36.21Token每秒 列入图表看一下 比核显高太多了 但比有46G显存的RTX3080移动版 还差一点 显示接口输出 独显直连的HDMI接口 最高支持4K144Hz 8位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HDMI2.1的标准 独显直连的DP接口 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 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DP接口能够支持4K160Hz的 8位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连接到核显的 雷电4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雷电4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 8位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尼OLED电视 连接HDMI线揽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120Hz 8位RGB非压缩信号 RTX4070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 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 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7000兆B 达到了PCIe 4.0X4的最好水平 雷电4接口 雷电4接口外接 雷电硬盘盒 3100兆B 满血的外置存储 读写能力 Wi-Fi测试 Canel X1690 Wi-Fi61 无线网卡 跑上了7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 环境中不错的水平 英特尔IR26-V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 没有兼容性问题 Augluck 装置了Ultra 9 185H CPU 和RTX4070移动版独显 CPU100W到85W的性能释放 GPU满血140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双烤时整机功耗 没有超过300W 待机最高功耗17.4W 按上面的这些结果 330W的板砖大连元 可以搞定 室温34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60度 GPU待机温度50度 SSD待机温度53度 这台小主机 增强模式下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50分贝 收回在耳边是44分贝 LG LUCK 装置了Ultra 9 185H CPU 和RTX4070移动版独显 RTX4070能到140W的 峰值性能释放 CPU是从100W下降到85W的性能释放 这是一台 不管CPU还是GPU 都达到迷你电脑顶峰的超强小主机 它就是迷你电脑综合性能的最强者 接口配置达到了很高水平 三NVME存储 四显示输出接口 其中三口都是独显直连 HDMI满血2.1 整个接口几乎就是为了游戏而打造的 独显RTX4070 140W的满血功耗释放 迷你电脑中的顶级 高高在上的价格 是不是就是这台无敌小主机最大的缺点呢 还有8G显存的RTX4070 跑AI大模型 明显不如46G显存的RTX3080 总结一下 CPU性能100W到85W的性能释放 太强悍了 轻松登顶 做工优秀 散热精英稳定 各种接口齐全 接口兼容性高 CPU性能 图形性能 接口 做工 它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可以算目前最豪华的独显迷离电脑 当然 Ultra 9 4070 也让它的价格达到了顶级水平 这是一台最顶级 最豪华的3A游戏迷离电脑 适合不差钱 又需要使用迷离电脑 玩3A游戏大作的朋友们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